歡迎回來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大數據上面顯示的這個分析 的確恩恩案的後續仍然是讓大家討論的非常熱烈的話題 那麼恩恩的爸爸在今天他已經做出一個決定了 他就PO了一個臉書 就是說他其實要資料已經要很久了 然後他還是沒辦法拿到最關鍵的拼圖 因為他一直試圖還原那81分鐘 到底每一分鐘發生了什麼樣子的事情 好 那所以他做了一個最新的決定 是希望政府可以誠實公開的 面對這個錯誤跟不幸負起該負的責任 然後所以他決定向政府提出國賠的請求 訴求的金額是新台幣億元證 而他特別說其實錢不是重點 他目的只是希望政府可以承認錯誤 官員要負起責任 那麼恩恩的爸爸在今天還說 新北市政府的官員甚至跟他說 那你就去提告啊 那所以恩恩爸爸就覺得說 那既然這是官員想要的 那我就提告囉 所以怎麼會發展成這樣 我要請教一下小玉 就是說新北市政府為什麼要一直到現在為止 讓事件持續的延燒下去 時不時就會有一個這個尾巴跑出來 然後你就沒有辦法去處理完整 為什麼要這樣拖 我認為是這個侯友宜的政治誤判 因為就我們了解是說侯友宜把整件事情是交給了副市長 劉荷然來處理 那他認為說劉荷然未來是要接班 是要交棒的 所以他覺得劉荷然就可以來處理這件事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侯友宜每次在整件事情的回答上面 他要嘛就是一問三不知 要嘛就是非常官話 就是什麼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了 我們就交由司法來調查 可是我覺得他講這個話很不負責任 因為目前為止進入司法程序 恩爸是今天才決定要提告 他是決定喔 還沒有去按鈴控告 等於說這件事情進入司法程序 目前為止只有新北市政府去提告了 那個消防局 前消防局的那個 前消防員 對那個張經緯嘛 那事實上你只有這件事情 那其他的進入司法程序沒有啊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的回答是非常不負責任 好那你就算交給了劉荷然 可是你可以體現出來 劉荷然那一派就是比較公務體系 他們就是官官相互 所以大家不理解是說 你明明你前面的這個處理太差嘛 包括就是說你的這個什麼防疫的中心 防疫派遣中心破工 那包括你說你耗資千萬 去打造了一個可以媲美美日寒的 這種的這個救災體系 你看起來也破工 你簡單一個消防局跟衛生局的 這個內線專線都沒有 那你怎麼會讓我們相信說 你有最先進的這些設備 所以侯友宜為什麼要這麼保護劉荷然 因為保護了劉荷然就等於 侯友宜自己來負這個責啊 我跟你講這就是一步錯步步錯啦 你第一步你就是沒有人道歉 他到現在沒有道歉喔 對他等不到道歉耶 他沒有道歉他就是講說什麼 遺憾負起全責 那他第一步選擇不道歉 那你後面就更不可能道歉了 因為你現在道歉的話 你不代表說你之前的決策都是錯的嘛 你之前講的 你之前講的都就是好像怪罪中央啦 拖拉中央啦什麼的 那你不是就證明你錯嗎 所以他等於說第一步他已經選擇了 就是死不道歉 然後演戲啦 然後就是用100道的防火牆 就是一直一直打 所以我覺得事情演變到這個 他現在更不可能道歉了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看起來 就是只能硬到底 就官官相互 公務體系啦 就我了解就是說 侯友宜他們那邊就分兩派啦 一個是屬於公務體系 但是現在以劉荷蘭的公務體系 是佔上風的 那其他的不是公務體系 不是要嘛就走了 要嘛就像我們的好朋友張愛晶嘛 也是從媒體出來的 那些都已經滿邊緣化 你沒看到新北市的 那個張愛晶好歹也是新聞局長 這件事情完全沒角色啦 對耶 對你可以看出來就是說 他現在是整個公務體系在把持 公務體系把持一定是官官相互嘛 這是第一個啦 但是不可否認就是說 再來你侯友宜做了這個政治決策 政治誤判之後 你的信任度跟這個支持度 明顯的是民調裡面是下滑的 對而且他已經降到有史以來最低 包括就是說你有些民調 他降到信任度只到六十幾%了 這個是他有史以來 民調最低的時刻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看到這個數字 應該要有所警訊 還是他覺得說 你看我碰到的這種事情 我還是有六十幾% 所以其實我底很厚 所以沒在怕 我認為他也太酷 也太碰瘋了 因為他之前的處理 我覺得他現在還在賭啦 賭一把就是說 你媒體這件事情 你可能過幾天你就追不下去 反正就是我一直跟你拖嘛 但是我覺得他忽視了 我們寇寇姐的那個對決的一個實力啦 這件事情如果他沒有辦法好好處理的話 我覺得對他年底的選情啊 會造成非常大的一個威脅 我覺得就像他們那個黨內自己講的嘛 掉個五萬到十萬票 這個都有可能啦 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還有不要忘記 最後補充一下 你像包括喔 這個有一些藍營的議員 或是他們的發言人 你碰到這題都很難辯護耶 他們為什麼沒辦法辯護 就是站不住腳嘛 而且不要忘記這些人議員他都要選的 那等於說這些人現在 他自己要選的同時 他一定選擇跟侯友宜 這件事情起碼是要切割啦 不然他又沒有侯友宜 那麼的高的這個支持度或光環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連他們自己黨內的人 都沒有辦法幫他護 就母雞其實會連帶的 拖累了這些小雞們啦 那其實政治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總是需要一個 政治上面的處理 你的態度其實就決定了 大家給你的分數啦 那所以不要以為說這個底很厚啦 其實年底選舉沒幾個月就到了 這個事情不斷的會被人家翻出來 作為政治上面的一個攻防的話題 所以我實在是覺得 這樣的處理方式的確讓人匪夷所思 我們要看到下一張 因為恩恩的爸爸到現在為止 他的講法是說 我其實沒有等到任何一個新北市政府的道歉 然後他卻是不斷的接到很多的這個 吹哨者提供給他的訊息 這是他收到的這個訊息 然後他從這個訊息當中也解讀出來說 確認了其實的確 衛生局也認為這個事情有延誤送醫的嫌疑 那這個侯友宜市長呢 侯友宜市長就說這個家屬的心情啊 我都可以理解 每次都講一些很不具體的內容啦 然後他就說 因為中央要求新北市政府要提出報告嘛 他就說你公文來我就按規定辦啊 讓報告寫完完整一點之後來給中央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委員 就是說現在看起來中央要求新北市政府 要寫一個報告來讓中央知道 然後監察院其實也已經開始調查了 然後再加上恩恩的爸爸 也要進入這個司法的程序 然後去提告 所以看起來必須要用這些外部的力量 才有可能還原這個恩恩案 那你判斷這個事情 對於侯友宜的母雞的角色 會有多大的傷害 第一個喔 其實真相已經浮現了 我們從各種的拼圖這樣湊起來 大概非常肯定 連侯友宜的衛生局副局長都自己承認 這是掩護送醫的案子 對 那基本上啊 這樣的不幸事件 其實就是應該要道歉 然後關心家屬 安慰家屬 其實這個事情就是考驗危機處理 那侯友宜啊 他就是選擇硬拗 而且他大概就過了那個轉折點 他沒有回頭路 他只有硬拗到底 那這樣子的侯友宜 他其實錯啦 我認為他過去因為太順利了 所以他的強勢啊 認為他一定可以挺過這一關 那侯友宜也不知道喔 你對抗的不是恩霸一個人 你是跟整個社會為敵啊 這個社會沒有要求很高啊 就是真相嘛 那這個恩霸要求的只有一個真相 那你這個完全都做不到嗎 大家還記得 許巧新的那個關梭事件嗎 對不對 你有沒有關梭加東警察 公佈了大家就沒話講 後來超白市警察局 把他們錄音檔一公佈 那大家自己去判斷 侯友宜你竟然沒有辦法 做到最簡單的 你就讓資訊充分透明 可是會不會侯友宜決定 他做出了這樣的決定硬拗下去 是不是也因為他料準了 你們民進黨其實沒有一個 很厲害的對手來跟我搶票 所以我就抵夠厚啊 這個很簡單嘛 如果這個事情發展下去 侯友宜認為他會落選 你看他會這麼做嗎 那當然不會嘛 那也要怪民進黨 沒有一個很厲害的對手 要這麼看也對啦 但是基本上侯友宜就是 過度的驕傲 他認為他連任沒有問題 其實侯友宜現在在盤算的選舉 不是市長連任的 而是他要不要選總統 我認為因為國民黨 現在又出現了四年前的狀況 就只有第一沒有第二 國民黨第二人選是朱立倫3% 在所有的總統候選民調裡面 幾乎沒有一個像樣的數字 可是趙孝康也說他要選 所以侯友宜 他過去基本上在新北市 可以說是 我覺得太嚴重了 他認為這也不是什麼事情了 那民進黨是誰要選 民進黨跟台北市一樣 這個都是有時間壓力 7月17號以前 你這樣公佈 聽說啦 聽說民運 已經差一點快要問到是誰了 那你自己民進黨的黨籍立委 你有沒有聽說什麼黨內的消息面 我覺得民進黨如果找不到適合的 那就要給地方的立委來選 在地立委 就是說 現在來看 打侯友宜很困難 那不要忘記了 在2018年民進黨在很多縣市 在當時也沒有算到說 後來選舉會產生那麼大的一個變化 這個選舉 基本上都很難去斷定輸贏 那也許你讓地方的人 有一個在地扎根的一個機會 但至少啦 侯友宜因為這個事件 我認為第一個 嚴重影響到他的社會形象 這是必然的 民進黨不能太過悲觀 民進黨不能太過悲觀 可是卻也還沒有提出一個候選人出來 然後我要請教一下指責 就是說 對 很多我同台 我跟小玉同台的 碰到的一些國民黨的這些名單 也的確碰到這個事情 有點為難 那這件事情對侯友宜來說 當然是有傷的 這美麗島的民調 你看他信任指數 以前都還算不錯 都還滿平穩的 那也因為這個事件 你看跌了滿多的 那本來在年底的選舉當中 侯友宜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領頭羊的角色 那會不會對於這隻領頭羊 這羊毛也掉了不少 就是他比較難以當作 真正的帶頭大哥了 當然從這個民調上來看 他們的信任度是有下降一些 可是就是說 到底這個傷 到底是筋骨的傷 還是皮肉傷 當然我覺得這個有待觀察 你判斷呢 我認為有傷 但是還不至於到大傷 皮肉 皮肉 小傷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恩恩 內臟外露的小傷 現在要聊苗栗的選舉 等一下要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當然是個悲劇 不論如何 這個新北市 我坦白講 我認為第一線的消防局人員 衛生局人員什麼 都很辛苦 都很盡責 但是露接了恩恩 這是事實 所以不管如何 那就道歉啊 就算沒有法律責任 沒有政治責任 沒有行政責任 最少最低 他都還有道義上的責任 因為侯友宜是 新北市的大家長 每一個生命的上司 殞落 他應該都會要 你文傳會 你不會叫市長說 你就道歉一下嗎 所以侯市長 你看他這幾次的講話 我認為他態度就是有越來越 這個 沒道歉 比較軟的跡象 但還不道歉 他今天 比如說他面對這個什麼恩恩父親 可能要用提告的方式 然後他也回應說說 我會深切反省來檢討 那你說 好啦 你這個關鍵說 應不應該道歉 我認為 對於在道義責任 最少這個部分 適度的應該表達 我覺得是有必要 你說黨中央文傳會不會建議一下 不是 每一個縣市首長 對啊 他們在處理 在行政的這個方式 各有不同的這個考量 所以他 我覺得指責不講這個 我就越講我就越生氣 因為你不講我覺得還好 你講我就覺得越生氣 侯友宜他表面上就說 好我會負起前負責任 什麼這個 譬如說愧疚 他道歉是沒有 可是你看他左手這樣講 他右手做了什麼 他右手第一個 他英黨還是不給 藝文還是不給 第二個 他還是去施壓爆料的媒體 他第一時間是講說 你誰敢播 誰敢播這錄音樂 我就告誰 那甚至之前那個週刊 他也派人家去施壓人家業務部 所以你看你檯面上講道歉 但是你右手還是做這些狗屁道道的事情 他沒有講道歉 他的台面上的態度好像有一點緩和 可是其實那個 你做的不是這樣嗎 實際上做的卻是 新北的官員跟恩恩爸說 那你就去提告啊 說這個怎麼能夠說服社會呢 那所以其實就是 侯友宜跟國民黨之間 一直感覺上是不太熟的 一直有那個距離 所以侯友宜出了這樣子的事情 黨中央也不會給他一些建議一下 然後使得很多原本應該要上這個政論節目 幫忙這個護航的 也都護航不下去 所以整個國民黨在面對恩恩案的時候 整個處理過程 我覺得其實傷害是非常大的 特別是對於侯友宜的信任度 以及對於國民黨的好感度 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